你们有见过娃娃整容术吗 当一个普普通通的塑胶娃娃 来到了改娃师的手上 剪掉了头发 还卸掉了妆 改娃师给她重新种植了头发 同时面部也用工具重新塑形 重新化好妆后的塑胶娃娃 简直盼若两人 犹如仙女一般 这也太厉害了吧 悠悠 你看到了吗 那个改娃师她就 这样 这样 然后那个芭比娃娃在她手里面 就 整个一个脱胎换骨 变得超级好看 看到了 你干嘛那么激动 我已经打听了 改娃师改一个娃 收费是很高的 所以 我今天就开始学改妆 只要我学成功了 那买大别墅 不就是分分钟的事吗 你可拉到吧 你连化妆都化不好 我说你能不能对我有点自信 不然 你看 我改娃工具都买好了 这么多工具 难道她是认真的 祖兰 这个叫什么呀 嗯 不知道 那这瓶水又是干嘛用的呢 还是不知道 什么都不懂 还想学人家改娃 你肯定没听过那句话吧 只要功夫生 铁块磨成针 磨成针 你不是一直对你自己的五官 不太满意吗 今天你就来做我第一个模特 有有 有有 我不要磨成针 嗯 我是说你现在还没有经验 应该先练习一下 嗯 有道理 那个我帮你介绍一个模特 你试试走 我就先走了 诶 模特 你们就放心吧 我 一定可以的 我看了教程 首先第一步是要拿这个纳米海绵 把这个娃娃的脸擦干净 让我们把所有的烦恼和不开心都擦走吧 今天的不开心就只于此方 明天依旧刮完万丈啊宝贝 接下来也是很重要的一步 我们要组装这个雕刻笔刀 刮一些我们等会可能会用到的色粉 四粉放一边 现在我们要进行这个很重要的面部重塑工作 诶 从哪开始呢 你到底会不会 嗯 这个 我感觉这个边缘不太平整 我来给它削一下 这个鼻子是不是不够挺 鼻子也整一下 削来削去也没看出有啥变化呀 你是不是在剁我 算了 直接上妆吧 上妆之前我们先要喷一层这个 叫削光 它可以帮助上色防湿色 先戴个口罩 摇晃均匀 打开 45度角 保持一定距离喷它 喷完之后我们要等它的脸全部干透 像这样就可以开始上妆啦 先打一个底色 棕色蜡笔画出眼睛轮廓 黑色蜡笔画出睫毛部分 感觉怪怪的 补一个眉毛不就正常了吗 接下来用白色颜料画眼白 眼珠的部分 我们就给它设计成绿色 问题是没有绿色的颜料 这个色本上了也没什么效果 我找个绿色的笔代替吧 拜托 千万别翻车 嗯 感觉效果还不错 再用红色蜡笔 我们给它画个小嘴唇 画好之后再碰一点 焦光烟 最后 眼睛再涂个小亮哟 太好了 赶紧去跟小桃子切脚发个衣服 哪里 赶紧去跟小桃子切脚发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